-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,作为一个对外汉语人,汉语老师呢,我们比较好用的一些剪辑啊,视频剪辑的这个软件,因为这个还是要去宣传的时候,去一些视频还是要稍作一些修整啊,一些剪辑啊, 效果会更好一点,啊,我这个情况呢,我是最近呢,采取重视的,啊,然后摸索了一下,关于一些剪辑的一些软件,给大家做一个分享,那首先呢,一个比较好用的,是这一个免费的啊,给大家看一下啊, 这一个,这个叫,呃,VSDC,呃,它的免费版这个跟这个升级版的都很便宜啊,然后,呃,像这个升级版专业版的呀,升级到专业版,它相当也就是一个打赏吧,呃,它升到专业你用不了,用不到啊, 那基本上,呃,这一个免费版本的就已经够用了,我们作为一个汉语老师呢,呃,需要去用到的一些功能啊,其实是非常少的啊,基本上这个就能够好,要足够用了,啊,你编辑一下这个片头,编辑一下边,啊,这个片尾,嗯,这个,一些转场的效果, 然后,嗯,这个添加字幕,调节这个音量,啊,那这个还,我还不会调就是那个配音的音量啊,应该可能就调不了啊,它也是整个一个,嗯,整个一个影片的一个音量,啊,这个是我对这个,呃,软件稍微有些不足的地方,啊,然后呢,它这个比较简单,啊,是比较好用的, 嗯,你要去找声音的素材,图片,还是视频的素材,那都等你自己去找这里的话,就是没有提供这些素材了,对吧,啊,那基本上都是够用的,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,如果说,大家想想去,呃,用的时候,啊,这个,呃,VSDC,啊,这一个,是比较好用,啊,是免费的,啊,没有一些太复杂的一些东西,啊, 啊,然后的话,有一个付费的啊,是最近还才发现的,非常非常功能非常好,因为我们剪视频的话,尽量是,啊,少花时间嘛,啊,因为你像添加字幕特麻烦那个事情,啊,要花很多的功夫,可能一两个小时过去了,那这个的话,它就有一个什么呢,啊, 啊,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一个功能在这里,啊,它,啊,就省事了,啊,你点击一下,啊,字幕就给你添加好了,多少,对吧,啊,然后呢,啊,还有很多的一些,啊,你能用到的一些素材,对吧,啊,各种各样的音,图片的素材也好,声音的,音乐的素材,还是这个视频素材,啊,都非常好用,啊,包括我们添加, 是字体啊,啊,就字幕啊,做字幕呢,啊,这一个啊,就非常好用了,啊,就现成给你做好的,一些特效什么的,都给你做好,啊,这意味着你这个方便多了,就你节省时间,可能一个视频剪下来很快,可能十几分钟就弄好了,但如果说你用那个免费的VDS,VSDC,那你可能啊,字幕的话, 你,你的,你的,你的做,至少做一次,然后把这个项目保存下来嘛,对吧,啊,你要添加字幕,它没法自动去转,那你的一个个字打字出来,啊,这个是挺,挺麻烦的,那这个叫万星,啊,喵影,猫影,喵,喵喵喵,哈哈,万星,喵影啊,非常不错,啊,这个推荐给大家,啊,啊, 哇,这个视频做出来,啊,如果说声音啊,啊,片道片尾好看一点的,对,确实还,啊,能有助于去,去推广吧,去营销,还是非常不错的,嗯,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,好,啊,就到这里,啊,我马上几分钟,恰好时间要上课,嗯,好,大家关于之后的话, 怎么去做出一个稍微简单的,又比较好的一个视频呢,我自己也在摸索,后续的话,一些视频里面,大家也在做给大家做分享,嗯,今天就先到这里